你为什么拿刀子刺我爸爸啊 来我们家干嘛 我不知道头脑 太过刀头脑 断片断掉 女儿大声质问 这名陌生男子明明无冤无仇 为什么跑到自己家 扬言恐吓还拿刀刺人 21日凌晨1点多 花莲县万荣乡 一名48岁泄性男子 突然闯入民宅后院 拿刀恐吓住户女儿 扬言再动就杀你 女儿惊恐尖叫 66岁阳心屋主 听到女儿求救 气得追上去夺刀 狂奔300公尺 和持刀难扭打 反被凶手刺伤脖子 血流如注 伤口再差1公分 就要割到主动脉 有一处6公分的伤口 周南原给予清洗伤口 这些包扎 立即将其送医 本案泄贤因无故侵入他人住宅 攻击伤害他人自受伤 故鉴请花莲地检署 生压禁建 男子被警方以现刑犯 移送地检署侦办 但检方却把持刀男 无包请回 得知刺伤父亲的凶手 被释放 让女儿恐慌又愤怒 质问 难道要等出人命 才要重视 但检方表示 考量到持刀男子 是非预谋犯罪 也愿于被害人道歉 寻求原谅等原因 因此才将他无包请回 目前只能请辖区派出所 随时紧盯男子状况 防止意外再发生 记者六交王阳花莲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